作者 裸奔的馒头 演播一刀苏苏 第753集 其实 抽烟对陈汉然来说 真不算啥稀奇事 家里老子就经常抽 只不过他年纪小 家里老子不让 如果被他老子看到了 肯定会暴揍他一顿 淡皮儿他跟那些富二代发小 去KTV唱歌时经常抽 偷着抽 抽完觉得也就那么回事 可是 现在在他面前抽烟的是功臣 场合还是圣权贵族中学 这就让他震惊了 功臣什么人呢 大家对他的评价全都是有礼貌 学习好 体育好的全能校草 结果 一个乖乖好学生 当着他们的面 在宿舍抽烟 喝酒就算了 他们平时跟着长辈参加宴会 也会喝喝香槟和红酒啥的 但是他居然抽烟 我去 忒玄幻了 这下连金浩也诧异了 功臣已在窗户边 香烟被他夹在两指之间 那熟练的动作 一看就是惯犯 看着两个目瞪口呆的小少年 他淡淡道了一句 抽完这一根就好 阴影犯了 忍不住 窗户开着 他站在窗边抽 想让烟味散掉一些 陈汉然指着他 手指颤抖 你 你 你果然是个惯犯 上次我看你干架的那个狠劲就知道了 你这人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乖 我跟其他人说你装 他们居然说我迎回你 特别是我们班里的女生 简直把你当个宝了 我的魅力直线下降 气人哪 我真该将你这个模样拍下来 给他们瞅瞅 虽然这样说 陈汉然却没有掏手机 学校不准学生带手机 但少部分学生搞特殊 他就是其中一个 平时手机被他扔在抽屉里 闲的时候才拿出来打打游戏 金浩本来不想管闲事的 想了想后 他还是忍不住多嘴了一句 唉 排解烦恼的办法很多 抽烟对我们来说不是明智知觉 功臣望着窗外的目光收回 淡淡道了一句 说了只是犯烟隐 抽完这根就不抽了 金浩不相信他是简单的犯烟隐 他觉得他们这个年纪的男生能有多大烟隐呢 那种想借借不掉的都是抽烟抽了至少五年以上 这个年纪抽烟的吧 大概三种情况 一是好奇心作祟 为了装酷耍帅 二是钱多的没处花了 觉得生活无聊 学习无聊 就想找些别的刺激 三是家庭影响 家庭不合 父母吵架 或者疏于管教 这种情况下的人 很容易受到不良少年的影响 跟着一起变坏 变烂 他们会想 反正自己是多余的 我变坏了 也没人关心 功臣啊 你是哪一种 但不管是哪种 因这东西还是借一借吧 对身体不好 金浩难得苦口婆心地说了这么多 陈汉然偷偷朝他竖起大拇指 小声道 金浩 总结得相当到位啊 我自己对比了一下 我第一次偷偷抽烟 就是因为好奇 功臣扫了两人一眼 轻斥一声 仍旧是不紧不慢地抽着手里的烟 等到一根烟进 他将烟头随意地丢在垃圾桶里 这才对两人道 我在纠结一件事 金浩和陈汉然微微一正 哟 这是在跟我们说话 功臣走到自己椅子边坐下 双腿交叠 俗称翘二郎腿 但这种动作被他做出来相当地帅气 套着一种与他年纪十分违和的成熟魅力 你们觉得他怎么样 微顿 他补充道 我是说朱萌吗 你们不是正在交往吗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 咱打客上你俩的互动闪下了多少双眼睛啊 别告诉我 你们还不是情侣 功臣顿了顿 淡淡倒 是 陈汉然立马给他一个眼神 那你还问什么废话 他很好 对吧 问这话时 他看向了金浩 金浩愣了愣 然后点头 嗯 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 陈汉然瞄他 他真是觉得奇了怪了 这金浩对朱萌萌的好感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每天在一起 我也没有发现金浩 到底小胖子有啥交集啊 功臣的视线在两人身上定了一会儿 神情有些奇怪 像是在炫耀 但看起来又格外冷漠 声线也比之前冷了一分 以后你们会发现他更多的好 可惜了 那个时候 他已经完完全全地贴上了我的标签 谁都知道 他是我功臣的女朋友 你们说 我是不是很聪明啊 朱萌萌是你的 现在和以后都是你的 我们 绝对不会觊觎 功臣抬头瞥他一眼 用一种淡漠的 却无比肯定的语气道 聪明的男人 不是在喜欢一个美女后 想把他变胖变丑 以杜绝别人觊觎的目光 而是在他最胖最丑的时候 就把他变成自己的 在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胖子或这丑八怪 是他的女人之后 他再挖掘出他所有的美 并帮助他把这份美丽展现给其他人 那个时候啊 别的男人就只有懊恼和羡慕的份了 他再次总结到 哼 我真是聪明啊 他妈的 知道你聪明 但你一个就得夸自己 也挺不要脸的 脸 若是有一天你连生存都困难 还要什么脸 哪怕手染鲜血 哪怕闻着刺鼻的腥味和腐朽的气息 也要活下去 我有着强烈的求生欲 任何人都不能取走我的性命 说这话的少年 好像沉浸在了什么往事中 周身散发出了一股阴沉沉的气息 陈汉然咽了咽口水 听到他说鲜血啊 血腥啊什么的 莫名就想到了那一晚 他简直成了他的人生阴影 金浩没见过打混混的宫尘 所以觉得今天的宫尘很奇怪 快熄灯的时候 几人洗漱完毕准备上床 金浩突然见宫尘从书包里取出了一个罐头 那罐头里面不知道是什么 颜色很红 很稠 像血的颜色 等他打开那罐头盖 一股刺鼻的血腥味 瞬间就扩散开来 宫尘嘴角微微弯了弯 竟凑过鼻尖狠狠地吸了一口那气味 表情有些陶醉和享受 然后 他将那打开的罐头放在了枕头旁边 再见